必定会有一番猜忌的 我就留在镜中吧 也没什么大碍 说来说去 你就是位李妮的小子 阿爹 您不是总骂他傻吗 他既然那么傻 那女儿就留下来 帮他一把 女生外相 什么时候见你这般回呼爹爹了 都成天惦记着要帮一个外人 依我看哪 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才接起 好了 阿爹 别生气了 来 喝杯茶 人家现在都是当太子的人了 您这样还要抽他一顿 那您也别想脱山走了 公子 水点干凉了 我 我不饿 你吃吗 我也不饿 公子 你服了接受的药 若是不按时再服药的话 就会经过存断儿子 就会经过存断儿子 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回基础权 黑龙 生下来的那个人 这一次 不得不由 父亲 父亲 哦 婉儿来了 过来坐吧 父亲可是劳累了 刚刚来了一位多年老友 说了一会儿话 一时之间就走了神 父亲换婉娘来 可是有事要说 是啊 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 对策立太子妃一事纷扰不断 想必应该是父亲的手臂 咱们这位陛下啊 是个软耳根 听风便是雨 稍加劝说就能如我们所愿 现在崔氏女不能被册封一事 已经达成共识 就算太子殿下想要移乎刑 也必然是拥不过陛下的旨意和群臣的极力反对 但咱们这位太子殿下和崔小姐都不是一般人 她们若是齐心协力 只怕是计谋百出 各有办法 所以得想个办法 能够让太子殿下跟这位崔小姐 不能够齐心协力 父亲为相十余载 再难的攻势 到了父亲手里 还不是妥妥贴贴 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 太子妃所欲之子 未来亦是天子 能不能让天子唤你一生阿翁 就在此一局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 躺在这儿啊 你怎么穿成这样 躺在这儿啊 出来 阿盈 崔伯父走的时候 给你留了多少人手啊 我怎么感觉这府里完全不设防 我穿成这样 行动这么不便 我刚进来的时候 就差柴床破墙了 就这都没有人发现拦住我 经理虽然太平了 但也要防范一些 所以殿下这是一下朝 医生都没来了计划 就直奔我这儿来了 你都不知道 今日崔伯父辞经而去 这朝中又一片哗然 一个个逼着我娶太子妃 一个个又逼着不让我娶你 吵来吵去 我便反驳了两句 好了 这些大臣哭的哭 喊的喊 我父皇又趁机骂了我一顿 盘兜烦死了 谁是你崔伯父 你不是吧 这崔伯父一走 你就不认了 安盈 我们私奔吧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殿下这是想要跟我私奔到哪儿去呢 你不认识吗 要不你先回营州 我去跟那些大臣说 我谁也不去 谁爱去太子妃谁去 然后我就找个由头 直奔营州 咱们拜堂成亲 生她个七八个娃娃 都不用七八个 等生到第三个 说不定大臣们就绷不住了 就会让你做太子妃 殿下知不知道 要生七八个娃娃 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知道 从那个十年八年吧 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那怎么办呢 这朝中政务又不能不管 若我一走 我的那位父皇 又不知道一想天开 又能盖出什么事 到时候我还得收拾残局 不然这样吧 我还是回营州去 反正呢 我只想做你的妻子 又不想做太子妃 到时候 你常来看我就是了 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 我现在是太子 你却不做太子妃 那谁做 说这种话 看我不发你 殿下 小裴将军来了 说有钥匙商议 等 免礼 待人犯 结束深历部家里 见过皇帝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了 你说你要出手 到底出手何人 家里要